我本来吃东西就蛮高热量的 但就是可能现在会更肆无忌惮的去吃吧 就我平时的话会比较吃像比较辣的东西 就是高热量什么水煮牛肉啊 水煮鱼啊就是那种汤啊肉啊特别多的 他都吃 对 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要经常运动 然后在吃的上面呢可能就是肉还有蔬菜要混着吃 来一口 就是他有时候跟我一起去吃就是比如说 他本来是就是为了自己身体好的话会尽量就忍着 就不去吃就是辣或者是很咸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点一个就是稍微有点辣有很诱人的食物的时候 他会忍不住稍微吃两口 我觉得这是唯一吃两口 对比如说我通常我不会去吃辣的和油腻的 对我虽然喜欢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不会去吃 但有的时候跟君辉一起去吃饭的时候 他特别喜欢吃那种又辣又油的东西 对但是有的时候就特别想吃忍不住就会去吃两口吧 对啊现在可能就是比如说以前的话吃完辣的吃完油腻的高热量的东西 可能会有一些啊身体怎么办会不会变不好 就其实我个人的话就是我是一个会经常点炸鸡的人 在宿舍也是就是就是如果就是没有人陪我吃 我其实也会自己一个人去点就是一套你知道吗 一套你知道吗是个大堆 而且有时候会想吃不同的口味的话就是会同时点好几份 就或者是你知道一般一般都你懂了 然后呢现在有了新闻家感觉负担小了很多 来碰个杯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就是比较油或者比较辣的食物 但是就是有时候你像就是午餐过后是没有关系 但是早上起来就是刚起床的时候如果吃辣的就很容易肚子痛 然后我就是经常就是早上起来一个一个不小心就 就是没忍住就吃了很辣的东西 我就肚子就痛半天 嗯就要上厕所然后就要等他 像我经常就如果不去外面吃饭其实我在宿舍会点就是 就算是韩国也是有的就是会点一点的小外卖你知道的 就是不是正餐啊就是像什么鸭舌啊鸭脖啊辅竹啊之类的 然后他会自己煮辣面吃 也会煮很多辣面吃 像什么螺丝粉啊桂枕米粉啊 嗯 我觉得俊辉五时五刻他都在放飞自我 他从来没有想过吃对他来说是一个 对他一直都是很放飞自我的对 所以他外号叫文俊飞 我觉得俊辉他吃完他想消除这个罪恶感 他就睡一觉然后就忘掉了 对他根本不在乎这些 林浩我对他的了解的话 他是如果是吃肉类的食物的话 他是不光是吃肉他是喜欢混着蔬菜一起吃 然后就是而且就是他是一个就是 而且他是特别按时吃饭的一个人 就是过了那个时间就不会再去 就是只要过了饭点他就不会忍不再去吃饭了 就这个情况 嗯 俊辉 水煮肉片 水煮鱼 香辣肉丝 泡椒牛肉 反正就 就就就三个字形容就想要穿鱼香 嗯 对这三点猜 沃粉 很绿色啊 而且很健康啊 OK 我也特别喜欢吃沃粉 俊辉是 辣椒 红辣椒 辣没吃辣 不不不不 辣韩子辣 不好意思 可口可乐鲜维加 轻盈有加 唱爽依旧 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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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